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秦始皇留下的,又一位解之谜,时二金人间何在?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的王朝,秦王朝的开国皇帝。 关于他的传奇故事,在民间流传的甚为广泛,在传说中,他既是一位把中国推向大一统时代的大英雄,又是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的千古一帝,另一面他又是暴君,残忍的代名词,秦始皇为了让自己开创的大秦帝国江山永固,做出了种种至今在世界上仍让人叹为官职的壮举,为后世留下了许位多姐之妹, 十二同仁的铸造便是其中的一个,关于秦始皇为何要铸造十二同仁,历史上有两个版本,一,为防止人民反抗,销毁兵器,确保长治久安,公布皇位并使江山传之万事说,嘉义的《过秦论》记载,收天下兵器,拒之咸阳,以为金人十二,以若天下之兵,可见其始皇在统一全国,以他极具开创性的思维,创立了皇帝的尊号, 自称始皇帝之后,为了实现传之子孙称二世,三世,以至万世的宏伟愿望,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,就是收脚和销毁流散在民间的各种兵器,只有让别人手中永远没有枪杆子渴,才能防止其武力夺权, 有一天,秦始皇在文武百官的陪同下,正兴之勃勃地观看大秦中央戏剧团的文艺表演时,忽见一对杀气腾腾,手拿刀枪剑及等兵器的武士上台表演, 这一刻当即就触动了秦始皇的心病,恰巧没,过多久,有官员来汇报说,林陶一个农民当地,见到十二个巨人, 而且不久林陶那就流传起一首童谣,举巨一,浅于金,摆邪屁,摆瑞生,其始皇马上抓住机会,下令收脚民间兵器,集中到大都咸阳, 铸成十二个同仁,并利用训论工具说,这是顺应天意,实际所隐,二十六年有常人见于林陶,故削兵器,助而向之, 二,驱邪镇国相当于老百姓镇说,某天,秦始皇在梦中遇到天象大变,并且犯有鬼神妖魔作怪,令他非常惊恐害怕, 忽然有一个仙人来到他的面前指围迷津,致十二金人,方可稳坐天下, 其始皇也从梦中惊醒后,立即下令将全国的兵器收到咸阳,铸成了十二个同仁, 经过从全国各地争调而来的能工巧将们坚苦卓绝的奋战,当时的首都咸阳的皇宫前, 屹立起了十二尊铜器铸造的大金人,因为铜是黄色的,所以又称之为金人, 他们身着一笛人的装束,身上雕有精细的花纹,显得耀武扬威,日夜守卫着皇宫, 其造型之大,制作之精巧,为历史所罕见,实际秦始皇本纪,收天下兵, 巨之咸阳,小义为中巨金人十二,众个千代,制庭宫中,后汉书五行至, 二十六年,有大人长武藏,足臂履六尺,皆一敌仆,凡十二人, 鉴于林陶,顾消兵器,助而向之,可见,十二同仁是一笔人的原型,空心铸造, 并且既不是一样大,也不是一样重,小者千代,大者应该大于千代, 经过制专家们的换算,小铜人高8.12米重达30吨以上,大铜人高达13.7米,重在80吨以上, 遗憾的是,今天我们是看不到这十二个铜人的踪影了,那么,他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? 目前,关于金人的下落问题,存在着三种说法,有人认为,出霸王项羽在攻克秦都咸阳,火烧鹅旁宫时, 连红象征秦王朝永固的这十二个金人也一起烧毁了,可这种说经不起推敲, 一来阿旁宫是在公元前211年秦始皇才下诏修建,诗祭,始皇三十六年, 以咸阳人多,先王之公平晓,乃赵营朝公于魏南上林院中,魏成而亡, 也就是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克风时,其下诏在魏水南岸修建的阿旁宫, 估计这仅仅是起了个基础,秦始皇一挂,全国就开始动乱,六国纷纷复国, 公元前207年秦王朝灭亡,项羽进咸阳时,阿旁宫还没盖好,也就不存项羽火烧阿旁宫一说, 二来项羽还没傻到跟前过不去的地步,当时的人之所以把同仁说成是金人, 说明黄童是硬通货,跟如今的黄金白银差不多,他犯得着去烧吗? 一些理事学者则指出,这十二个金人施毁在董卓的手上, 东汉末年,董卓率军攻入长安,将其中的十个金人销毁,并铸成同贤, 而剩下的两个被他下令迁到长安城青门里,到三国时期, 魏明帝曹瑞下令把这两个同仁运到洛阳,当成千上百个工匠们运到罢城时, 由于金人的实在太过沉重,不得不放弃这个巨大的工程, 于是就停止了搬运,到了东晋十六国时,后赵的石济龙,又把这两个金人运到了叶城, 后来前秦的秦王福坚统一北方,他又把这两个金人,从叶城运回长安销毁, 至此,村市约六百年的十二个同仁全部被销毁,观中纪,洞主坏同仁,于二枚,图青门里, 魏明帝玉江一落,再到罢城,众不可治,后时纪龙图之夜,福坚又图之长安,而毁之, 还有一种比较乐观的说法,有人们根据史料记载推测,认为十二个同仁并没有被销毁, 因为十二个同仁是秦始皇省前的喜爱之物,所以在秦始皇陵墓工程完工后, 十二个同仁连同其他的精美珍宝一起随着秦始皇的死去,被当作随葬品葬于陵墓中了, 现在,由于一些技术等方面的原因,秦始皇陵墓的发掘工作,暂时还不能开展, 因此十二金人的下落问题,至今仍是一个未接。